这姑娘听说是大爷新生 看起来可真纯了 我跟你说了 离她远点 雷然 果然都是情感扑负的人了 我是想问你 许然把你帮弄坏的那件事 他是说要自己赔偿吗 你找我 就是因为许然的伤 你不会以为我在为难他吧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 我是讨厌许然 从你拒绝我那一刻开始 我就讨厌他 但是我离管也不至于为难他吧 我们查了监控 那包确实是被他撞坏的 但是我跟他说过了 我不需要他赔我钱 我只是需要他道歉而已 是他自己至于要赔的 是他自己至于要赔的 那包多少钱 我来赔 他对你来说 就这么重要啊 他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可以去找它 是吧 叫上 刚刚不认识是吧 你连衣服 借上 喂 这位同学 咱们认识吗 怎么这么不认识了 这几年你都活狗身上 人是狗谁知道啊 你怎么还生气起来了 我还没生气呢 要不起你 我也不用天天拿包 挡脸上去 不坑啊你 说什么 你不是说你自己 生气哄不好的那种 还说我不是个男人吗 你这一大男人 怎么心眼这么小 是 我心眼小 那小小的人 现在在骑车载起回家呢 李源 笑一个吗 笑一个吗 哎呀 我知道你能看到 不用看 靠感应你知道吧 这才对 我们家自我快快 回家吃饭了 咔呼 妈妈说今天晚上不回来 让我们晚饭逗逗家解决 所以 目标逗逗家 咔呼 许冉 你在哪儿呢 我到你学校了 你好 同学 你是美术系的吗 什么事啊 你们美术系下课了 下课了 喂 许冉啊 你回家了 那我先来找你 不好意思啊 好 谢谢啊 同学 你干吗呀 你回家来 到许冉啊 找了呀 许冉啊 许冉最近不是缺钱吗 他想要帮他找个监职 你等等 你等等 监职的事 你不用再放行 我再解决你 林园 你可以的 那我去了啊 你还下架干嘛呀 哦 你该怎么发 土豆土豆 我是西瓜 我是西瓜 土豆土豆 我是西瓜 我是西 喂 什么 控制了一个摊位吗 小姑娘 嗯 这个二十七号的摊位 就是你的 我 要注意环境卫生 嗯 好 我要出这个范围 好的好的 一定 谢谢你啊 你是不是认识我们老板 你的老板 好像不认识啊 哦 那好 那就这样 再见 拜拜 嗯 展房总 饭好了 是他 这整条街都是你们家的啊 嗯 等过几天天冷了 你们就到这里面画画 这样就会用红尘日晒来 这个商场也是你们家的 嗯 嗯 这商场里都是大牌 我们这些 嗯 地开画画的在里面也不合适 合不合适 我说到算了 嗯 算了吧 没关系的 商场规矩多 我们几个喜欢热闹 也不习惯的 行吧 如果之后有什么需要 经过联系我 哎 车 那之后有什么需要 我脑子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在这条街上 只要不犯法 我都满足了 好 羞耻啊 那个我先走了 好 谢谢啊 少雨军 你拿自己的自画像 去参加学校比赛 你不怕李莫愁 带着你牛街啊 我觉得吧 老师要是这么有眼光 我也就放心了 最起码他懂得怎么样 欣赏我的颜值 你也太自恋了吧 大家 我拿到一个摊碗 我准备打花摊了 可以啊 居然 这是好事 这次我必须参与 而且不要欠 算我一个 可以啊 陆少雨 今天绝果不错啊 哎 居然 我让你说了 也算你太一个 喂 喂 太好病了 真的 太好了 啊 好 好好好 各位老板 各位董事们 晚上七点半 校园门口老团收口 举办开业大庆典 请各位老板准时利盈指导 喂 干杯 喂 怎么就咱们三个呀 群里不是还有一个 什么叫烈火战车吗 他是谁啊 他也是咱们美术专业的 大三师姐 咱们美术系的 嗯 我怎么不认识啊 咱们系里的我都有微信啊 对啊 哎 师姐 来来来 到这儿 师姐 他就是我刚刚说的 咱们大三的 师姐 沈维涵 谁啊 这 这 这 她 她 师姐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是我同班同学 白坚 吴赵瑜 沈老板好 我记起来了 你就是砸我鼻子 那个死女 你骂谁骂 你知道鼻子 对我多重要吗 你那一下 我可是计算过 足足位移了一毫米 哦 原来你的鼻子是假的呀 假的 我浑身上下 样样都是原装货 浑然一体 徐燃 你这个同学是脑子有坑 还是心肚不全啊 哎呀 徐燃 学姐 你少上上去 你这个朋友长得不漂亮 你就算了 说话还如此歹毒 你说谁丑呢你 我可没说你丑 我只是说你不漂亮 丑 丑八块 丑八块 你说谁丑八块 丑八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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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云啊 这家烤肉好好吃啊 你和谁在一起啊 在哪儿吃啊 这是哪儿呢 锅子上还有酒 师父 丑八块 师父 你还唱歌吗 你还有没有精神错了 来 heraus hands 说 你拍什么呢 塞 一 minorities 拍 拍得挺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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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第一次活跳 這也是我的第一次活跳 拍得挺好看 你怎麼來了 拍得挺好看的 你喝了很多 一點點 沒有沒有 我沒讓他喝酒 就正義全哥喝到半去 他沒喝酒 我家了 我走了 走了 你打電話再見 這老闆再見 我今天幹成了一件大事 什麼事 我搞定要去攀位 我一天開始不放課的時候 我就去拜他 拜他 你拜什麼 外笑笑話 聽說可賺錢了 你那你那錢幹什麼 我吵火了 我把別人的包弄壞了 什麼事 你換你姐姐 不要 我自己姐姐 然後給你喝 多虧了一個師兄幫我 不然我肯定搞不定壞他 師兄 誰啊 叫方元豪 方元豪 我自己要搞的 媽 我的家高的 嫁給我 嫁給我 媽 快走 快走 迟到了 在周末 站住 徐媛 你为什么每次晚上别的呢 为什么我是她的呢 我的天哪 令人 是不是你给我换 走 怎么这么好看 看了这么多年了 怎么会有这么突然的想法 来来来来 真的大不了 好 这么多声音的我 小人会来 不是说好一起来的吗 你们人呢 你们死定了 迟到了 完了 完了 陆少雨 快起来 迟到了 徐媛 对不起啊 我马上来 今晚了 陆少雨 快起来 快迟到了 换天迟到了 出摊了 我去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事啊 算了 知道知道你吧 亏 你就是要干吗 给人换肖像啊 多少钱一份 五十 但是 还贵啊 我师姐说 我师兄在人民广场摆摊 赚四千呢 一天 你别愿 你瞎我什么呀 你知道你犯了一个 很大的错误吗 陆总 走 我说怎么少了点什么 你还差一件事情 什么指甲 你还差第一个顾客 第一个顾客 来吧 学校画家 麻烦你了 好嘞 我的第一个顾客 欢迎光临 为什么说才差第一个顾客 你知道从重效应吗 从重效应吗 当一个店铺有了第一个客人的 别人就会因为好奇 陆续加入就来 但是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 就会越来越来越来越紧 懂得可真多 谢谢啊 你可了解还速度了 为什么啊 可以啊 我真的很好想很容易 从大型人感到开心 你会想起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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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也想起来越来越来越好 我喜欢你 他是我最重要的人 你替他赔包可以 但是我不需要你赔钱 我只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有个弟弟需要辅导一下 辅导钢琴 不是 大提琴 大提琴是你的辅修 丁云 安妮来了 快请进 奥羽 你快点 只有许阳一个人在化碳 这会儿把他能骂死 我去 这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多人 宝贝 少爷 到这儿 走快点 走快点 快点 快点 谢谢 想画这什么样啊 白哥 您长得真的挺特殊的 您放心 我一定当照片一样 给您看起来 照片 我要照片干吗 你看看我做点脸 给我画漂亮脸啊 那张照片 按照当今信息的密集头来说 已经属于官圈了 懂吗 帅哥 画慢点 我不着急 那张照片 按照当今信息的密集头来说 没有 没有 肯定是疯了 你这里面要再鼓一点 嗯 再鼓一点 运工还是要震一点 这个 运工一定要震 林语言 我弟弟比较难教 就麻烦你了 不难教 李准他的基本功 其实挺扎实的 只是情感方面有点欠缺 李准 听见没 好好学啊 听见没 知道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辛苦你了 好 不辛苦 李准 好好学啊 画完了 来 上试团了 天哪 你画得也太好了吧 那室哥还来不来呀 不知道啊 他不因为昨天事尴尬了吧 我手机想帮我拿一下 你画得好像吗 你画这个 喂 喂 小昊怎么谢谢我了吗 请你吃饭 同意 要不今天 今天 对 现在 太多 方 方 方也行 咱们调位就是他搞定的 那林宇阳怎么办 什么林宇阳怎么办 他是我哥 想什么呢 林宇阳 这么晚了 在这儿吃完饭再走吧 不用了 那个 我和你之间的约定 请不要告诉许媛 谢谢 谢谢 在哪里 都到家吃饭 我吃过了 熟过了 你晚上在外面吃饭 家里人不会有意见吧 没事 我爸妈一般晚上不回来吃饭 那就好 多吃点啊 我跟你说 是家店的东西 很好吃啊 你也多吃点 那个 林宇阳 他真是你男朋友吗 不是 他是我哥 太好了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 多吃点 这个特别好吃 多吃点 好 喝谁吃的 有警方师兄吃饭 慌了什么 真不要我开车送你 真不用 你看 车证明色就在前面吗 今天生意怎么样 猜我赚了多少 赚多少 两千块 可以啊 那是 也不看看是谁帮我出的主意 主要还是靠你帮我搞定的摊位 不然我肯定赚不到那么多钱 举手之劳 好 加油 终于来中国了 莫雷 我知道印象派大师 你怎么知道 你不是学音乐的吗 我当你是在看我 你要去吗 想去啊 可他都是内部票 可以 车来了 我先走了 拜拜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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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你跑哪儿也去啦 你这么严肃干嘛 我跟你说 我今天画摊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先听我说嘛 你知道我们今天画摊 排队的人超级超级多 还排超级长的队 总共画二十三个画 然后我们招待给你 跟谁吃饭去的 方师兄 方师兄 他叫方远航 他不是你的师兄 他是叫你画画 还是叫你弹琴 叫人家师兄啊 我是不是不应该对他发脾气啊 我是不是不应该对他发脾气啊 但是我控制不了我的情绪 然后呢 说话呀 李渊 你今天也太凶了 不是 画摊不是他把我搞定的吗 方远航你够心急的 姐姐一步步靠近学 你要跟我说的就这个啊 说 说说说说说 那没事 我就先回去了 怎么回事 这个字是有点奇怪 他还想说什么 说出来 说出来 说出来你喜欢他 我这次一定要说出口了 我这次一定要说出口了 我要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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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问你 那个 神志正乃及时吗 我要说了 我准备好了 我要说了 我准备好了 他名嘴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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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 就是这个 当然准备了 你准备了 我去 我在说什么 我是猪啊 你别生气了 我有不要的方式什么 这还差不多 真的 还好还好 没说也好 他自己也知道 谁才是重要的 那 我就先回家 我以后就叫他方远航 什么 方远航 不是比师兄听起来更热络 他压根没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 站住 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说话 爸 我还是想做音乐 做音乐你能挣几个钱 你现在的吃穿用度 靠音乐功能起吗 我们方家不需要艺术家 我需要的是一个商业精英 只有这样才能配做我的儿子 才能成就我们家的产业 方家后 先去公司实习吧 别把时间浪费在没用的事情上 好 晚上陪我出去吃个饭 这是一个性能的事 我需要这个儿子 你为什么要做的事 还会不会有事 我吗 想做这个意料 我没请到与你 我没有说什么 这话餐今天的气氛 也太冰冷了 今天要不要定个目标啊 对啊 我们昨天居然占了 两千块钱 怎么着 今天也不能提计这个数吧 昨天话餐赚了两千块钱啊 对啊 你昨天可忙了 手都化酸了 昨天那么忙 有些人也不来 也不知道是谁的话题 有话直说行吗 别拐弯抹角的 我要是拐弯抹角 你还能听出来 我是在说你吗 陆绍宇 这轮得着 你跟我这么说话吗 不是话以前 还是听家大你了 说话别不过脑子 欠臭你就说话 我 我说你们两位 咱们这是工作时间 能不能别带入私人感情啊 你看你招的什么员工 这不都怪我呀 你不是也是吗 还顺利吗 师哥 十二点了 一起午餐 就和你同学一起 他们没空 他们是有什么矛盾吗 不错 不过看起来 他们是非常有故事的样子 我去 什么情况啊